玫瑰一直是浪漫的代表 不仅能看 现在还能亲口品尝 台中市82岁的王爷爷 是社会局在社区发掘的银法达人 他以台湾的食用玫瑰 研发花酿与果酱 并亲自叫30位长辈 一起来品尝这场浪漫的玫瑰饗宴 甜甜的有幸福的感觉 轻咬手中的玫瑰花瓣 香气浓郁 瞬间回到少女时代 站在台上分享食用玫瑰小知识的 是82岁的银法达人王爷爷 我今年82岁 应该82岁 人生人总是要有 有一点价值 尤其是那个 年纪比较大的 这些都要去帮助他们 在这个当中 来互相的分享 互相的学习 这是我最大的动机 学员们上课认真听讲 过去曾是教师的王爷爷 退休后开始研究食用玫瑰 花酿果酱全都是王爷爷亲手制作 现场大方与学员分享 爷爷在台上教导玫瑰料理小知识 将毕生所学用一堂课的时间 分享给在场30位长辈 许多学员们都是第一次直接食用玫瑰花瓣 大赞口感令人惊艳 滴滴 浸香 会一口接一口的 因为我在教学 一方面是一方面教他们 这方面的尝试 另一方面我还给他们试吃 就是实体方面的试吃 试饮试喝 教完以后他们会加入我的来源 还会向跟我讨论这些事情 还会向我问东问西 这表示说他们也很喜欢 这样的创意课程是由社会局 委托向上文教基金会 办理银法生活达人企划 鼓励沃湖苍翁的长辈们 走入社区分享人生智慧 并办理教师培训课程 让他们老有所用 不再孤单 那七年来其实已经走了 四百五十场的社区 那已经触动了一万 一万七千多人的这个人次 所以其实我们带给社会的是 其实小朋友或是老人年轻人 他们就发现说 其实原来老人可以很健康 可以传承他们的生命价值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透过银法达人计划 让长辈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 同时传承记忆 让每位长辈 找到不同阶段的生命价值 以老助人